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多的儿童健康的问题 那Dr.Chin 我想问的是 很多父母都会很常遇到 孩子都有红眼症的问题 请问红眼症的症状 有些什么要注意的呢 红眼症的症状 首先那个孩子的眼睛 也看到他有眼死 整个眼睛红 然后病患者本身会投诉 跟妈妈说他眼睛很疼痛 这可能是红眼症的开始 其实真正名字不叫红眼症 这样红眼症是不是我一看它 我就自己会中 就好像雷射这样的 就会中的呢 除非它红眼症有Wi-Fi 就通过的Bluetooth 红眼症的很多人会觉得 一看就中 因为它传播很快 但是它不是通过空气传染 好像COVID 不用接触的 红眼症要经过接触传染 只是有时父母不知道孩子 怎样接触到 因为它不是直接接触 有时通过媒介体 就是比方说你碰过病患者的身体 那个病患者可能他手摸 他的红眼症的眼睛 他摸他的衣服 然后我们去摸那个病患者的衣服 没有洗手 或者通过接触病患者的那些 个人的物件 或者说在学校那些文具等等 所以换句话说 红眼症它传播也是蛮快 但是不是一看就中招 中招了 我们这样的话孩子如果得到红眼症 是不是不可以去上学呢 这是肯定的 就好像守住口病症 它也不是通过空气飞沫传染 它是通过接触 所以孩子你知道吗 小孩子在幼儿园摸来摸去肯定的 所以红眼症的病患者 父母要真的责任 不能送孩子去学校 这样有些孩子都会很时常 就是两个眼睛都会红 那也是红眼症吗 OK 好像那边什么 好像Ironmay的那边 其实这样 如果红眼症呢 因为它会传播嘛 它如果一个眼睛红 然后过后呢 再传到另外眼睛 所以它故事是 一个眼睛红 再到另外一个眼睛 这个很可能是虚惊感染的红眼症 但是父母需要知道 如果你的孩子红眼 是突然间两个一起来 就可能是敏感性的红眼症 未必是虚惊感染的 哦 原来两个眼睛红呢 不是细菌造成的 而是敏感造成的 我今天又学到新的东西了 这样Dr.Chin呢 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们的观众呢 其实最重要呢 如果两个眼睛红呢 父母要知道咯 它不是未必是 那个虚惊感染的红眼症 因为如果是孩子有 鼻子敏感啊 消喘啊 如果两个眼睛突然间红呢 你要注意你环境的敏感源 那些灰尘啊 尘埋等等 所以父母如果不肯定 要咨询医生或者药剂师咯 因为过敏性的这个红眼症 和虚惊感染红眼症 两个眼药水滴的都不一样 哦 原来是这样 我今天也是学到新的知识了 谢谢今天Dr.Chin为我们的解答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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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